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部長 請部長 那個問題的中間 如果有任何統人要上來協助都沒有關係 是 黃委員好 部長你好 9月10號 你們公布了一個勞動基準法 適用36條 是 來 這個令的法律性質是什麼 是一個解釋令 現在我們把行政程序法直接拿出來看 這是授權命令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還是以上皆非 基本的行政法問題 請我們法務司長來幫忙 可以 上來 像主席跟委員報告 屬於行政程序法159條的行政規則 這是行政規則嗎 好 行政規則基本上在規範的是內部的事項 行政規則可以去變更法律的規定嗎 跟委員報告 行政規則在行政程序法159條 它分為兩類 我知道 你講的是第二款嘛 第二項第二款嘛 好 第二項第二款 可以去變更法律的規定嗎 原則上來講它是解釋法律的不足 就原來法律 所以你認為說勞基法第36條 它法令有所不足 所以你對它進行解釋嗎 是 好 那你解釋的內容是什麼 原則上來講的話是我們現行的勞計法 36條 它規定就勞工每七日當中 至少有一日的一個休息 作為這個例假 但是在母法或者是系則裡面啊 它並沒有明確的規範說 每七日當中至少有某 固定某一日 休息為例假 所以在解釋上來講的話 那麼是否應該在每週期 就七天為一個週期的例假之間啊 是不是要間隔六日 這個時候是有解釋上的一個空間 好 有解釋上的空間 你所採取的解釋原則是什麼 如果是你們講的那三類 再加上勞工同意的話 可以做不同的解釋 如果不是你們講的那三類 就沒有其他的解釋空間 那我現在的要挑戰你們的事情啊 是勞動部哪裡來這麼大的權力 透過159條第二項第二款的行政規則 把法律的適用切割成兩個世界 如果說今天勞動部喜歡的話 我可以再多兩類 我可以再少兩類 可以再增加一個要件 可以再減少一個要件 我們現在還採取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嗎 你要不要再確定一下 行政規則可以讓你這樣子用啊 那麼像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來講 現在來講就是說 我們9月10號的這個解釋來講 原則上是對勞工正面的一個權力上的保護 陳如剛才跟主席啊 你的意思齁 我現在再跟你確定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按照勞動部的解釋 36條的規定 你說你的解釋是限縮 他可以適用的範圍嘛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函事的話 勞動部的立場是說 7天休一天可以連續上班12天是沒有違法的 這是勞動部的立場嗎 如果沒有這個函事的話 回歸到勞基法36條的解釋 這個就是你解釋的立場嗎 老闆部的立場原則上來講是 每一週期就是7天應該要給 這個工作6天應該要給勞工有一天的一個休息 原則上的立場是這樣 我真的快要昏倒了 現在我先不跟你挑戰內容的正當性 我依法論法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齁 今天任何一個行政機關 可以透過一個行政規則 去改變法律適用的狀態 切割成兩個世界 在你們行政規則內部的 有一套解釋方式 不在你們解釋範圍的 適用另外一套解釋方式 我現在正要挑戰的事情是 立法者什麼時候給你們做這樣子的權限 這麼大的權力 行政機關如果 如果今天此例一開 勞動部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其他的部會呢 我先簡單把這個 全部被你們繳在一起的法律問題 我細的來問你 他可能是修第三天 那麼在第二週 就是第八天到第十四天當中 那麼沒有規定 如果是按照你所講的方式的話 如果是按照你所講的方式 根本沒有合一排除這回事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站在的是最寬鬆 那我必須要講最不符合立法 一直的解釋方式 就是連在現行法下 沒有任何的解釋 連續上十二天是OK的 連續上十二天是OK的 雙方當事人還要合一排除什麼 像委員報告來講的話 因為有關於這個三十六條的立價 那麼在勞計法實行系的第七條已經明文規定 他是勞動企業的一部分 所以在雇主跟勞方之間 他所訂的每一週的某一天 他是固定立價的時候 當他要做調整的時候 原則上當然是屬於勞動企業的一個變更 所以可以用合一排除嗎 所以原則上要經過勞工的同意 才可以調整他原定的 企業所訂的立價 來 最高行政法院 90年判治2199號判決 我唸一次給你聽 勞工每七日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立價 作為首階勞動基準法第36條的強制規定 不是可以以契約任意變更 縱使原告跟施某間有連續工作12天 死為立價的約定 這個約定違反強制禁止規定 約為無效 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勞動部贊不贊同 也向委員報告 包括這個最高行政法院85年判治第2073號 或者是高等行政法院這一塊 包括還有民事庭這一塊 沒有嘛 我現在在問的是 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你們贊不贊成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你們覺得這個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對於勞動基準法36條的解釋 硬邦邦 勞動部根本就反對 或者是你認為最高行政法院這個判決解釋錯誤 就勇敢的說出來 所以原則上來講才有9月10號 勞動部針對這個部分才有 原則上要間隔六天 這一個原則的規定 那就是反映出 對嘛 那什麼是例外 就是勞動部說了算嘛 不應該是這樣講 欸 這個韓式不是勞動部頒發的嗎 我原先上要跟委員爸爸講 勞動部判斷的這樣三個例外 是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部分 沒有啦 你先不用跟我講 你實際的考慮是什麼 我現在沒有說齁 你們這樣子做 絕對是錯的事情 現在我在跟你討論的是法治國的原則 也就是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 能不能夠幹這樣的事情 我在意的事情是 如果今天勞動部可以這樣幹 誰不能這樣子幹 一個法條在那邊喔 你們透過一個行政規則 把法律的適用切割成兩個世界 一個是不行 另外在你們三個範圍之內的 只要勞工同意就可以 然後每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我會發現你們覺得 我發現你們很奇怪 你們把所有的問題混在一起談 把合法性的問題 把正當性的問題 把有關於法律適用的問題 法律解釋的問題 跟行政規則的問題 全部混在一起談 現在我們已經先確認了齁 這個規定 不是勞工 不是勞資雙方可以合一排除 如果啦 這是勞資雙方可以合一排除的話 那我必須要鄭重講一件事情 勞基法 所有的法理論全部要重寫 向委員報告 不是合一排除 是合一調整 沒有關係啊 你今天繼續在這邊創新的法律名詞 或法律概念 下一個問題 你們的韓式會不會拘束法院 向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 那麼我們憲法77條跟778條 民文規定 本來司法院就是有解釋憲法 跟同意解釋法律之權 由大法官來執行之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從大法官釋事第2號 第407號 第548號跟586號 已經民文規定 主管機關 他為了要執行特定法律 得為必要的釋事 那陳如剛才跟各位委員報告的 在我們現行勞 沒有你講這麼多 我現在只問你嘛 你們這個釋事 對法院有沒有拘束力嗎 依照大法官釋事 第137號的解釋 原則上來講的話 法官可以蒼才可以不蒼才 但是他要表示他的法律意見 來 你引到137號那麼久以前 我現在就直接跟你講了 所有上過行政法的人 都知道 答案是不會有拘束力 我現在要很慎重的問你們 你們剛剛那樣子違反法治國的方式 所做的 對於勞動基準法第36條 所開設的例外 法院如果到時候不支持的話 這個責任誰要負 像那個主席 各位委員報告 在1921年我們國際勞工組織 第14號的公約 在第4條也明文規定 那麼就有關於這個我們勞工 就以前的工廠法 就每七天要24小時這個休息啊 如果基於人道或經濟的一個 特別的考量 再經過勞事雙方便同意的話 可以作為必要的一個調整 那麼我們這個勞動部 針對於就是75年那個韓式 原則上當時把它廢掉 廢掉的同時也把當時的原則 跟必要都把它廢掉 所以現在來講我們9月10號的這樣 先停一下齁 請你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你剛剛在講那些齁 你去扯到當初內政部的時候 一樣我的法律觀點一樣 根本是違反法治國的原則 所做的那個韓式 那個韓式的內容 現在大家可以拿出來看 那真的是笑話 他犯的錯誤啊 跟今天勞動部犯的錯誤啊 一模一樣 現在我的問題很簡單啊 你們做出來 透過行政規則去 變更勞動基準法第36條的適用 這件事情如果法院不支持的話 請問誰要負責 我最後只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七休一韓式的問題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 你到底是自意的便宜行事 還是遵循法治原則 我完全了解 企業正當的需求 跟勞工權力的保護 這兩件事情必須要兼顧 必須要兼顧 你們在那三個類型當中 我也知道 你們是基於一些企業上面的正當需求 去做的 但是我要拜託一件事情 不要犯以前的錯誤啊 什麼叫做不要犯以前的錯誤啊 自意的便宜行事 去做法律沒有授權你做的事情 請勞動部慎重的考慮 慎重的考慮 如果要就勞動基準法36條 去開例外的話 就行大路走大門 把你們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來 有立法委員來審議 你透過一個行政規則 連法規命令都不是 徹底的迴避立法院的監督 如果我們的立的法 可以讓行政機關透過行政規則的方式 自意的來解釋 切割的來試用 台灣還是法治國嗎 不好意思喔 我時間到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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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黃委員 我們提醒要非